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以害己有丁有甲成 这个是一个难命 他是说丁有日出生的 人家都说好 但是他却感觉很穷 人际关系也不好 除了有点帅帅的以外 对未来都是很茫然的情况 这个人在提问就是很标准的 所谓的以日出为主 就很像人家讲的天下没有穷物质 天下没有苦更生 但是实际上一堆穷物质 一堆苦更生 同样的丁有也是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 他们很喜欢日出下方做夫妻宫 就很喜欢这个位置是要做财 他就会很有钱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而是要看他的一个整体排列组合而定 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八字的本命 他的天干甲己合 剩下一个乙木 他的地支 陈酉合 剩下亥水生 盲目 他现在是在丙止大运 他就会变成是乙木生 丙火 地支止水亥水 生盲目 然而他感觉到他很穷 他想要问的是什么 财运 这时候我们把财运带出来看看 天干 走庚 走星 乙庚合 丙星合 地支 走生 走油 还算不错 但是 各位 是不是这时候是没有出现生跟油的 没有财心的时候 就是要以食伤来代替 我们也发现到他八字中没有食伤心 在这种情况下 八字无财 要以食伤 他又没食伤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跟财的一个关系 其实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可是他的八字难道就一无四处吗 没有 我们可以知道 止水亥水 他本来他的官运就不错 这时候他的官运更好 为什么不好好的在官运上去发光发了 老是在自己的落相上面打转 这个就是现在人很大的一个毛病所在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走错路线 当然走错路线的情况下 很多CP值就非常非常低 甚至还获取不到 所以各位要了解说 在批八字 并不是你日主下方做什么 做财就很有钱 做官就很有那一个 官位 当然不是 而是要看你的一个整体的排列组合 所以不要再用一柱 日柱来论命 天下没有穷物质 天下没有苦更生 丁油算漂亮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一堆人都是非常非常平常的 为什么 因为就像这一个当事人一样 他们的五行排列是 有某部分很强 有某部分很弱的情况 并不是一个日柱很好 就代表了全部都很好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 拜拜 OK